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五年后 肖战王一博都在各自的领域闪闪发光 网友一直走花路吧 娱乐圈一直以来都有瞬间成名的故事 但能够持久保持人气 并最终走向成功之路的人却寥寥无几 2019年的夏天陈情令 这部剧横空出世 使得两位年轻演员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他们分别是王一博和肖战 那时的他们宛如两颗流星 穿越娱乐圈的黑夜 闪耀夺目 如今 流星的光辉已经消逝 他们却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归属 在不同的轨道上发出独特而耀眼的光芒 早在2014年 王一博以组合成员的身份正式踏入娱乐圈 彼时的他虽然青涩 但在舞台上展现出令人惊艳的爆发力 流畅自如的舞步和精准到位的节奏 舞步体现了他的才华与坚持 国内偶像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 组合的发展面临许多挑战 然而 王一博并没有因此气馁 他开始探索各种不同的领域 以寻找更多展现自我的机会 他加入了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天天向上 成为天天兄弟中的一员 在节目中 王一博虽然言辞不多 却总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观众带来欢乐 他认真钻研主持技巧 努力与嘉宾进行互动 全力适应这个全新的领域 仿佛一块海绵 他不断吸收新知识 以提升自身能力 王一博对街舞的热情始终未减 他参与了《这就是街舞》的录制 担任明星队长 在节目中 他专业的点评 认真严谨的态度 以及对街舞身后的热爱 都深深打动了每位观众 网友们纷纷表示 没想到王一博不仅擅长跳舞 居然对街舞也如此了解 王一博真是太多才多艺了 还有哪些技能是我们尚未发现的 2018年 王一博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刻 他被邀请担任女团选秀节目 创造101的舞蹈导师 这一次 他的身份不再是台上的表演者 而是要帮助一群年轻女孩 实现他们的梦想 舞台上的王一博 依旧是一位全场聚焦的舞者 他那犀利的目光和精准的动作 令学员们心生敬畏 然而 在私下里 他却展现出温柔体贴的一面 王一博会细致地讲解每一个动作要领 同时也积极鼓励他们勇敢追寻自己的梦想 创造101的热播 让王一博的知名度大幅提升 他出色的舞蹈功底和温暖随和的人格魅力 吸引了无数粉丝 然而 真正使他走红的是2019年 夏季推出的古装剧《陈情令》 该剧改编自一部热门小说 王一博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他从不为自己设限 而是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 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 偶像也可以多期发展 只要努力就能在不同的领域闪闪发光 网友们对王一博的多元发展表达了强烈支持 王一博真的展现了我向往的生活 我支持王一博去做自己热爱的事 希望他能始终保持初心 勇敢追求梦想 王一博 这个看似高冷的男孩 却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一步步走向更大的舞台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他的故事也激励着更多年轻人 勇敢追梦 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与王一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另一位因陈情令而走红的演员肖战 如果将王一博比作傲然挺立的轻松 那么肖战更像是温暖朝阳下盛开的向日葵 他的微笑中眉眼弯弯 仿佛能融化世间的一切冰雪 令人感受到如春风般的亲切 当时的肖战没有任何唱跳的基础 站在舞台上显得略显不合适 但他没有选择放弃 而是更加努力地付出 虚心向其他学员请教 不断提升自己的唱跳水平 虽然最终没有以男团身份出道 但这段经历让肖战更加坚定了追求演绎梦想的决心 他明白自己真正热爱的就是表演 他渴望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肖战陆续参加各大剧组的试镜 尽力争取每一个演出机会 他从配角做起 以扎实的步伐不断打磨自己的演技 2019年肖战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机会 他与王一博联手主演的古装剧《陈情令》一播出 就引发了观众们的追剧热潮 肖战饰演的魏无限性格活泼开朗 重情重义 与他本人有几分相似之处 为了深入理解这个角色 肖战查阅了大量资料 并揣摩人物的内心 力求将为无限的每一个细节演绎的淋漓尽致 他的付出获得了观众们的一致认可 使为无限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白月光 陈情令的热播 瞬间使肖战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新星 突如其来的名声与财富并没有使他迷惑 他始终坚守初心 保持谦逊和谨慎 专注于演艺事业 2020年肖战凭借出色的演技 将唐三的成长与蜕变展示的淋漓尽致 再次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 尽管肖战的演艺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 但他始终怀有对表演的热情与敬畏 他不断自我挑战 尝试各种角色 以作品展现自己 并用实力证明自身价值 王一博和肖战 一个多期发展 一个专注演戏 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闪闪发光 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 无论选择哪条道路 只要坚持梦想 脚踏实地 就能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他们的经历岂是我们 生活中没有快速通道 唯有付出辛勤才是达到成功的唯一方式 而曾经遭遇的风雨中将化为绚丽的彩虹 为我们的旅程指引方向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